王思佳的假包事件越演越烈 他也終於現身拍片回擊 先是表示自己這兩天不舒服 沒有空離別人 並解釋驗包遇到的困難 如果是假的要弄屎代購 你知道這個 這個包包櫃上是三十出頭丸 你知道我拿多少錢嗎 其實 他就不是 所以你們就知道如果他是假的 我他XX翻那個代購 我真的我弄他主動十八代 王思佳拍片面火能力似乎有限 連中國網友都一起加入找查 陳怡深夜在臉書說 小紅書這麼精彩還要不要讓人睡啦 並附上專業博主 整理了王思佳相耐而假貨收藏 他說出可能連耳環都是假的 七日陳怡又更新臉書 標題寫著真的不能惹中國網友啦 指出網友質疑王思佳送宴的包 跟上節目拿的不一樣 可能2021年時就出現假包 而且質問王思佳在節目上 秀了好幾個愛馬仕 為什麼只送宴一個 最後成一套王思佳的話 他用真或假貨很重要嗎 問題是在愛炫富的貴婦人設 現在就看王思佳怎麼回籍了 只能說真的有點太熱鬧啊